昨天是冬奥会开幕的第六天 很多来到北京参赛的外国运动员和代表团成员 都感受到了北京欢迎你的充分准备和真诚热情 他们纷纷晒出了冬奥朋友圈 记录自己难忘的冬奥之旅 大家好 我叫米尔扎 我是雪茄选手 谢谢你们的爱与支持 我爱中国也爱你们 谢谢大家 米尔扎在视频配文中送上了祝福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爱大家 我会永远记得在这边的美好回忆 米尔扎的祝福也获得网友们的热情回应 有网友用中文回复道 谢谢 你和后面的春联都好可爱 新年快乐 再次欢迎你来到中国 好好享受剩下的北京冬奥时间吧 还有一条英文留言写道 希望你可以充分享受你的北京冬奥之旅 美国运动员特沙默德 近日发布的一段视频在网上刷屏 开幕式上的一位志愿者粉衣小哥 让特沙热泪盈眶 昨晚夜最后我远出了 我只有在床上刚刚吵着我的天 因为我一直在看那个影片 继续续再次看 中文的 特莎说,这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许多网友被两人之间的互动所感染,你的视频让我很感动,我也哭了。 这正是奥林匹克精神所体现的时刻。在一众网友的接力寻人下,粉衣小哥找到了,粉衣小哥来自清华大学,他给特莎回信说,感谢特莎帮自己记录下了人生最难忘的时刻,并祝愿他和所有运动员像《北京欢迎你》这首歌唱的一样,在黄土地刷新成绩。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这种自然的善意真的是最最美好的东西。 荷兰速华运动员桑纳·英特霍夫来到北京后定期打卡,分享自己的冬奥之旅。 8号,他晒出了自己第五天的训练视频,全程斗志满满。 他还伸出大拇指和正案者小哥微笑合影。 亚当·鲁纳尔斯是一名来自加拿大的冬季两项运动员。 8号,他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自己在北京冬奥会赛场的照片,感慨道,身着奥运五环在中国长城下比赛,生活就像电影一样。 当天,亚当参加的是北京冬奥会冬季两项男子20公里个人比赛。 显然,他很享受这场比赛。 网友们也纷纷为他送上祝福。 你真的很棒,祝贺你。